《正義同盟》 歡迎繼續回來《正義同盟》 一年幾集我們將會和大家說一下非禮物事的地方 究竟淫業有多麼泛濫呢 淫業又如何運作呢 不如我們請教一下業內人士肥高 在那個十字路口 就是豉油街和上海街的十字路口 很多女兒長住在那裡坐 因為喝東西 有時警察行過都不能說聲 因為我幫襯 你不能說我什麼 很多聚集在那裡 漸漸女多 又穿得少 讓男人很喜歡圍著四個角落 全部伏在蘭海看的 最誇張的 車有排在那裡 人有人站在那裡 即是冬天、夏天都那麼少 對 如果你是跑中的那些類似 會有馬夫操控它 馬夫操控它 如果帶得多女兒 會找些邦街 起碼有這些角色 邦街即是什麼意思 邦街即是助手 即是用助手來形容 是有什麼做的呢 譬如你是一個馬夫 如果我有十個女士 有時十個走開 帶不到那麼多個 如果個個都新來 那你不是為助手 帶幾個去哪些 我又帶幾個去哪些 這樣做 一說到波蘭街 即是很多這些所謂的風化 即是肉霸霸霸霸霸 一說到波蘭街 就無非識武了 不過我們下半集 我其實還訪問了肥哥很多東西 我們下一集 就繼續說到波蘭街黃色時 等一下珍妮姐 繼續跟大家補習吧 好啊 不是我 補見 再見 記得收看 拜拜 歡迎回來正義同盟 上一集珍妮 就訪問過黃業中人 阿肥哥 說一說色情嫁暴 是怎樣運作的 今集說什麼 身為女人 其實我也有點不開心 因為正正是妓女的皮肉生涯 但這些不是你情我軟 一買一買 我們一起去看看 嘩 你說到好像 軟旺 當你在快庫街未走之前 慢慢走向深入去 很軟已經看到黃色招牌太多了 如果你是客人 所以當你無緣無故走進去 你會很迷惘 不知去哪間光鎮 旺的那些二三鐵鐵鐵都有 有些少至三兩個都有 在街底都有多了 過百一定有的 通常一般 如果我們當是老闆 就上去找一個雞頭 即上面的負責人 就找女兒 就來深圳 約了一班女 我們在酒樓 就拿私人給你一些VIP房 一般就像犯罪吃飯 就當作減桌 對的 裡面通常有洗手間的獨立 就會進去看版本 看不看是OK的 我們就先付一半錢 到時下來了 就還付尾數 唉 不聽肥哥哥說 我都真的不敢相信 這些人間慘事 波蘭街的黃業歷史 真的很引人入勝 我們今集就談得這麼開心 下集就再精彩一點 我們下集再談談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歡迎回來正義同盟 我們今集繼續跟尹業中人 斐哥去談談 波蘭街一個很神秘的話題 就是邪教 我們行內差不多老一輩 做得久一點一定聽過 是新入行的人不相信 是新入行的人 主要是甚麼人受騙 本地的女士 有年紀 通常20至30多元都有 最出位的兩個人 又不是迷糊糊 又不夠分 說說說說 又不是一天 是應該當作一個療程 可能一個禮拜 但他又可以保持著它 然後轟炸它 是呀 錢嘛 有些 魚的年紀 還做得再少了一些 你又找一個 好像 賣魚的魚 放滿冰 就要你脫衣服坐下去 嘩 是呀 你聽到都說 那會冷死的 這個懲罰 這個懲罰 可能是時間的 大概兩小時 未必會死 都已經 冷到傻了 你會覺得你的原動力 我將來就要再拚命了 我不可以再受懲罰了 就逼他去 不能睡覺 去做事 早幾年聽 教主已經被拘捕了 是 天有眼 橙皮的邪教主 都被拘捕了 死人頭目 救了少女出房 以後都不要 被有邪教在香港運作了 下一集 跟大家揭炮 警戒的臥底行動是怎樣 留意下一集 今天時間夠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